不要說我搶時段 我怎麼搶啊 我去演超級秘密秀之前 那是一部電影 那個電影叫做傷魂 所以我理所當然的認為 那個時段是沒有主持人的 因為傷魂的前面 還有臨美秀主持的大廟墊 所以我怎麼認為都不知道說 這是一個沒有完成的合約 我就好好的做我的事 那因為一個是我的小老弟 我跟瓜哥的感情很好 很想打個電話給他 又覺得目前這個狀況 我也不知道該說什麼 希望民視的主管 大家都可以很棒的 很圓融的去溝通好這件事 我老實講 我這輩子50年的演藝經驗了 節目開開停停至常態 我常常收視率不夠好就被停了 但是他們因為有合約 因為有合約 那的確是處理的時候不夠圓滿 希望大家有更多更棒的合作空間 我本來來這裡好期待說 今年的除夕特別晚會 可以跟胡瓜一起 還有陳美鳳一起來主持 所以希望能夠有個最圓滿的結果 因為都是好朋友 瓜瓜也是我自己的好弟弟 他從出道我就看著他出道 跟著我一起學這個舞台系 真的是我跟林隱然帶著他 手把手這樣子的家 後來看著他發光發熱 成為這個一代的民主之人 我們就覺得哇 好棒喔 有榮年 而且他跟他的老闆 有點溝通上的不良 那我一邊是我的老闆 一邊是我的弟弟 我希望他們 因為他對我沒有任何怨言 真沒有 我對他也真的是那種好情感 我只是選擇不打電話 不說 因為我覺得這個時間很尷尬 我希望他們好好的處理 不是這樣的健保女章 我希望你會把他感動 我 那了 是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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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